记者抵达剧组时 叶玄刚刚结束了一天的拍摄 窝在化妆室里换装等夜戏 饿了大半天的叶玄 边化妆边喝着助理送来的热汤 缓解胃力的不适 晚上即将开拍的是一场激情戏 说的是何盛明在戏中强迫夜旋败堂未遂 于是振着酒信想逼夜旋就犯 不过体出这两人的架势 怎么看都像是一出喜剧 看来抱着夜旋走来走去 着实是个体力活 为了避免在实拍时闪了腰 何盛明赶紧让助理给他找来了腰疯 何盛明前脚还在担心摄像师 拍下了自己的迥样 后脚已经给自己下了套 这不一个大老爷们 胸田挂个小肚兜 怎么看都觉得很滑稽 夜旋更是乐得合不拢嘴 可一旦进入了实拍状态 两人那种以假乱真的劲 还真让人替剧中人物捏把汗 一起看完回放 导演决定让两位爱将再接再厉 何盛明健壮干脆豁出去了 直接命令助理上茅台 平日里何盛明几乎是滴酒不沾 可这回不到半小时的功夫 已经是四杯白酒下肚了 照这情况想必何盛明 很快就能找着戒酒撒疯的感觉了 当然按照剧情 但凡遇到这种情况 恶人通常都不能合成 这不很快就有人来英雄救美了 新闻的再见 上海独家采访报道